九十七,《星島日報》 中交價殘低級良機 2015年7月11日《星島投資》 B05牛熊事件寶金2德中央為求救市 出動公安對抗空軍A股終於暫時止射 連帶港股熱大幅回升 不過,孖展斬倉的股壓難以估計 加上目前內地股市仍有過半數股份停牌 後市是否從此一帆風順 仍有待觀察,希臘債務談判對環球股市影響輕微 港股本週七翻新未出現前 卻先在週三出現恐慌性拋售 增急射2138點 全日營重創1458點 但在內地暴力救市下,週四及週五終於大反彈 不過,次全升旗營敵1162點 收報24901點 週三及週四兩日試買貨的黃金機會 相信不少有實力,現今充裕的香港股民 應以把握機會數平貨 亞投行大動機建項目亞亞投行 及一大一路成為近期投資熱話 亞投行目標示替亞洲國家基礎設施 包括公路、鐵路、港口建設提供融資服務 由中國主導及提出一半資本 總資本額預計為1000億美元 亞投行的設立 推動一大一路 這橫跨東亞的絲綢之路經濟大 圓神圈 共同修建海上運輸與港口基礎設施 如此一個橫跨多國的大項目 率先受惠的自然市基建股 如了一大一路將會令基建訂單大增 而且投資可持續超過十年 亞投行及一大一路均由中國主導 肥水不留別人田 由中國企業負責工程是正常不過 近日基建股股價隨大事調整 然而基本利好因素卻整體未變 基建股首季業績普遍理想 中國交通建設1800和中鐵建1186 首季純利均6得高單位數增長 同時一大一路項目也陸續落實 相關股份未來業績進一步上升 總理李克強早前訪問拉美 就新簽了5000公里的鐵路項目 涉及預算總額高達600億美元 得銀首選評級買入中 主要從事包括鐵路、道路與橋樑 以及港口等的建設 去年順利139億元人民幣 下同漏年增長11.27% 營業額亦增長10.3% 至3660億元 當中來自於海外地區的收入為624億元 佔總收入約17% 得銀紙、中交屬行業首選 該公司過往在海外業務具良好的執行力 及較佳的風險管理 從新期買入評級 目標價18.47元 中交股價港股大跌時 當日一度急跌至8.3元水平 實在不合理 燃業企穩 視低級良機 在三高雲資 punkt 成立豪式